你真的以为纳斯卡赛车只是油门到底 疯狂左转转圈圈的比赛吗 当日本飘移大师土乌龟氏 这位被誉为秋名山弯道小王府的传奇车手 带着陀文字帝指掘藤原覆海的光环 自信挑战美国纳斯卡赛道时 他却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滑田 出道纳斯卡 土乌龟氏在练习赛中 轻松跑出了300公里的时速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他甚至放出豪言 跑进前十问题不大 但第二天正式比赛 剧情大反转 他被超车 被疯狂套圈 直到第86圈 他的内心防线崩溃 导致赛车失控撞墙 比赛提前结束 而赛后土乌龟氏表情落寞 并告诉我们 拉斯卡赛车并非是油门 到底那么简单